几岁了,两岁了,他叫李月一,两岁了 除了在他妈肚子里的世界 一月已经与这个世界整整相处了730天 经历了完整的春天、夏天、秋天、冬天 此时此刻,一月已经觉醒了自我的意识 会哭、会笑、会蹦、会跳 爱吃的狂吃,爱玩的狂玩 无所顾忌,无忧无虑 2019年一月,一月从零开始 每天不一样,第一次哭是在手术室 第一次拉爸爸是在爸爸妈妈爬 第一次吃来,第一次翻身 第一次站立,第一次嗨起来 一月有很多第一次 我的记忆对于一月的过往似乎有些模糊 看着身旁小小的乐一月 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时间的快 两岁了,不知不觉 我们和一月走过了许多第一次 也是第一次从一月眼中认识自己 爸爸干嘛,上班班,挣钱钱 妈妈干嘛,上班班,找钱钱 找钱干嘛,爸爸卖,妈妈卖 从最初的一家学语到现在的自我表达 一月很厉害 我和他妈永远不知道他的技能是什么 但每次他都能给你带来惊喜或者是惊吓 老人说得好,带小孩一天看一天长 这就是所谓的乐在其中吧 这个视频是我对女儿的成长记录 也算是我对她未来成长的祝福 祝福她健康 祝福她快乐 祝福她平平安安 你愿意,你要健康 快乐,平安 爸爸妈妈,为你加油